5月8日上午中国重量级拳击一哥大爆炸张志磊首回合KO美国选手亚历山大 终结对方职业生涯从未被KO过的记录 张志磊的职业战绩也上升为24胜0负1平19次KO对手 原本张志磊要对抗里约奥运会拳击超重量级同牌得主菲利普赫格维奇 争夺IBF重量级世界冠军挑战权 但距离比赛不到一周的时间 赫格维奇突然以父亲上月去世无法专心被战为由退出了比赛 张志磊虽然战胜了替补对手 但却与绝好的向冠军战冲击的机会擦肩而过 张志磊临时替补出战的对手亚历山大 今年33岁身高1米91必战1米91 2009年开始职业拳击生涯 虽然有过四次失利但从未被KO过 第一回合进行到1分54秒时张志磊继续主动压制 在亚历山大一记前手刺拳的同时 张志磊突然一记后手重拳迎击击中亚历山大 将其击倒 随即裁判终止了比赛 张志磊KO对手获胜